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呢,讲到的题目是 《道德经》和美国绿卡签证申请之一 那么此前呢,我们有一个专门介绍《道德经》的内容 大家知道呢,在中文里面很多的成语和日常用语都来自于《道德经》 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哲学内容和人生智慧 此前已经介绍过,然后呢,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在这里呢,我们做这一系列的视频呢 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故事性、趣味性 可以帮助啊,比如说传播中国文化的经典 另外呢,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了解到美国移民知识 希望呢,这个不是对经典的庸俗化 而是呢,更多的可以看到经典怎样可以联系实际,指导实际 我们在这里呢,使用乌鸦子先生提供的白话翻译和注释 乌鸦子先生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这个名字呢,就是来自甘族乌鸦 他呢,在网上呢,免费的公益的做了很多 关于道德经的白话翻译、英语翻译以及推广的内容 这一点呢,很值得敬佩 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或者网络搜索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道德经呢,有81章,然后但是一共只有五千言,五千个字 我们在这里呢,先讲前面十章,一些简单的内容 第一章,大家知道内容很多人听说过 道可道,非常道 这个翻译成白话呢,可以说叫 可以言传之道,不是永恒之道 在这里联系到我们的专业 比如说呢,人生充满了变化 大家知道呢,美国绿卡和签证的申请形式 排期,要求等等 都在不断变化中 所以呢,此前我们在别的讲座里都讲到 不能客舟求见 是吧,有的申请人说 过去怎么怎么样,几年前怎么样 我听说的事情怎么样 事态发生了变化 第二章呢,叫 有无相生,难以相成 长短相形,高下相轻 那么解释呢,就是说 没有标准化的美和善 任何事物有两面 我们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因素 比如有的说,我这个推荐人 哎呀,我不能找到都是独立推荐人 有一些非独立推荐人 是不是不好,那也不一定 非独立推荐人,比如你的导师啊 或者是和你共同发表过论文的 其他的专家 他呢,有可能熟悉你的工作 是吧 在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 他们写的推荐信呢 也是移民局可以接受的 或者呢,如果说 哎呀,我发表的论文 或者我的审稿 都集中在一两个几个期刊里面 那么是不是范围不够广 那也不一定 可以证明呢 比如说工作比较突出 所以呢,得到了期刊编尾的 一再的认可 第三章呢 叫 不上闲 使民不争 不见可遇 使民心不乱 这里讲到的呢 是说要淳朴克制 自然自主 在绿卡申请中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一代讲到 要用plain English 不要堆砌专业词汇 写的像学术论文一样 这样呢,没有人能够懂 要让大众能够理解 大家知道呢 美国的政治家 不管是总统还是议员 讲话呢 一般也都要平易近人 让大众都能够懂 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著名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工作 无非呢 也可以简单总结成四部分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光电效应 还有统一场论 最后一部分还没有完成 那有的人说 我的工作呀 这个非常重要 说也说不完 是吧 那一般来说 总不会比爱因斯坦的还重要 他的都能够这样简单总结 是吧 你的也可以 第四章 叫道冲 何其光同其尘 何光同尘 有时候呢 会被负面理解为 甘于平庸 不求进取 但是呢 从正面理解呢 可以叫有 光风际月的胸怀 有这个两句诗叫 学问多字 虚心得 风物常以放眼凉 就是说 不要拘泥于一时的得失 有的人每天都会关注 排期又有什么变化 申请形式又有什么变化 有多少人申请 这个呢 更多你可以看这个叫 Big Picture 你自己的人生目的准备怎样来实现 而不是每天都关注细微的变化 当然古事也是一样的 第五章 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这个呢 看起来是比较负面的 但是可以理解为 自然有自己的规律 不以人的感情为转移 是吧 有几句诗叫 修实眼自哭 收入泪纵横 眼哭即见骨 天地中无情 这个是杜甫的唐诗 可以理解为呢 比如说 你要了解情况 在当前的形式下 采取行动 而不是呢 Emotional 是吧 一味的抱怨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出生在中国 是吧 有的人说 这叫Hard模式 一位著名物理学家 合作修 是吧 谁叫你出生在中国了 是吧 那么绿卡排期 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另一方面呢 来自中国的人比较多 大家知道呢 会中文 有的时候也有很多 现在和将来 在职场商业方面的优势 第六章 古神不死 世卫玄辟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这个可以解释为 要环境保护 不要过分索取 那么在申请中呢 比如要适可而止 申请材料吹嘘 不能过度 要有事实根据 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呢 比如你可以说 我有一辆 Toyota Crawler的这个轿车 我可以说 它的安静很powerful 这个是opinion 是可以的 但我不能说 它有八个气缸 这个不符合事实 那么接下来 第七章 天长地矩 原文叫 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注释说呢 叫不为自己而生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办绿卡的时候 你要讲到 工作不仅仅说 我要什么 我希望得到什么 还要讲到呢 说你的工作 对本专业 对社会 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贡献 第八章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可以理解为 比如在工作中 采取互利双赢的态度 对于办理绿卡 也会有帮助 那么有可能会更好的 获得单位的sponsorship 对申请绿卡的支持 或者呢 取得来自本领域专家的推荐信 第九章 金玉满堂 原文叫 金玉满堂 莫知能守 富贵而骄 自卫其咎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那么大家应该有一个 谦充 平易 善良的态度 一个叫 有备之财 不如这个无备之 这个才能的财 金钱不是万能的 比如说 那一比五投资移民 需要花很多钱 但是呢 现在还要等很长时间 从另一方面 可能更贴近的呢 有一些申请人说 啊 我出很多钱 然后呢 说让这个中介机构 给我包装 无中生有 创造出一些材料来 这个呢 恐怕对于申请 并不见得有好处 从长远来说 还会给申请人造成麻烦 第十章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刘备 刘玄德 名字可能是从这里来的 这什么意思呢 要无为 不折腾 那比如说 有的申请人经常说 啊 我的申请提交了一段时间 还没有消息 我是不是应该用加速审理呀 应该用PP呀 或者呢 我应该提交一个service request 或者给移民局打电话 经常去骚扰他们 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像以上种种呢 往往并不有利于申请得到顺利批准 有的时候呢 还有负面影响 对吧 移民官也是人 有的时候呢 他的workload完成不了 然后经常受到催促 有的时候可能就发一个模板的RFE 甚至denial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是道德经的前十章 道德经有81章 此后呢 我们还会在合适的机会 继续讲后面的内容 谢谢